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上的狙擊出手 不过有机会可以实现出局数 但是蛮深远的 而上郭炎文现在是要上到三壘 没有问题 看起来应该是 打着打不好 打着的悲球 最后打到的是在 陈文杰的管区 所以最终是由江泉尘尽管丢掉一分 但是他有效的控管十分 会从在手局打出了三只安打 拿下一分 关上场比赛有出现一只内野安打 讲到安打中线安打再出现 个人连五场比赛出现安打 这也是一只雷狗single 这棒打在了右半边 来看有没有机会后把 但是右外野手 第一时间已经向后跑 掌握住之后接杀出局 如果江泉尘尽今天 后续投球能够有效的 控在这些进雷角度的话 对卫权来讲 这边就会比较难攻击 这个球让打着灰空 遭到三阵 第一局的时候 他率先上场 就打出了安打 机械出棒 打在了走外野方向 王博文过去在边线前 揭杀了这个球 但也帮助他们的先发投手 江泉尽呢 是被打出一只安打之后 让对手留下的残垒 双方一分招 六上六下里面还有两次的赌三阵 张照源这一棒打在了右半边 招扎 稍看了一下之后往右退 然后接杀了这个球 既然相传比赛也是打第八棒 我们先回到场上来看这个球 又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张大佳这一次几乎是定在原地 没有动 接杀了这个球出局 刚刚有志宁老师认为 他有出棒 那这一球 最后林家宫遭到了三阵了 所以艾普勒不但九上九下 而且区区都有独三阵 第二棒的刘姬鸿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王翁几乎散步到定位 把这个球给接上 很喜欢用内脚直球来去跟打者对局 这个变化球跟到最后进来 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但是被重解接上 如此既有吸引力之下 他还能不照进 所以面对极节要拱冠 还是比较会担心说 投得太好 然后遭到他拘尺 现在让极节要拱冠上壘 面对江城奖上也有选过 两次外球保送 推到了二壘方向 全面离接球之后 全往一壘找到王波玄 然后刺杀了蒋少宏出局 所以最终尽管没有三上三下 但是还是在投出一宝送之后 成功地抓到最后名的打者 双方依旧是一半场 算是被扛下场的 讲着讲着 陈贝林遭到的三阵 纯洁这一棒 有没有机会破掉对手十连斩呢 打在了中右之间 蛮深远的 炸链啦 还是会维持非常好的手感喔 对 崇文杰不但打出了在这场比赛 台刚的第一支安打 也是艾普勒 在这场比赛被打的第一支安打 当然刚刚那一支SOCIAL 也是崇文杰本季第四轰 是 波龙大王打得相当强劲的这一击 硬撑撑被二类手拦下来 李海维再传一蕾 哇 145公里在高的位置 魔鹰两度被艾普勒给三阵 不过在这个半局靠着陈文杰本季的第四轰 打在了中右之间呢 最后是一发杨春炮 帮助双方在比赛上面扯到原点 陈文杰整个完全有掌握到 那加上陈文杰本身就有很好的爆发力 碰到在右半边 结果nice没有play 这样又加扑下去了 但是还是没办法把这个球 上演精彩的美技 现在蕾双跑者已经绕过二蕾 来到三蕾了 打出一支三蕾强打 Lead of Chippo是杜家明 这是天差地元 是 打赛的左半边 接球之后再甩网一蕾 nice play 球数完全领先之下 三针出现 然后出去数也抓到 一直没有办法 抓到打者的情况之下 整个投球节奏 就比较容易被破坏到 对 他会觉得九攻不下 结果真的打出了安打 贯穿游行方向向强劲的一支安打 最后还是两出局 只有由季信然成功的为球队送回了超前分 所以就像球评讲的 最后真的缠斗久了 变成打者比较有力了 到二蕾 最后被阻杀在二蕾之前 季信然虽然遭到阻杀 但是他打出安打 为球队打下了超前分 现在反而是由台钢 连两局得分2比1领先 现在他有一记夺三针 就是在打击区上面的林孝成 孝成打到了在右外野方向 季信然稍微绕了一下 掌握了这个球 一出局 江澄业现在连抓了5个人 这球在阻打的时候的 可能稍微偏低偏外侧 总是是4块球 这球的确是有好球的空间 不过这当然就是看 主审裁判当下的认定 我就江澄业来讲 这球已经投得非常到位了 对 中线打穿了 在保送之后 刘七宏再补上一支安打 个人第二支安打 所以现在也帮助 卫星宏队攻占得分位置 这球打在了中锁之间 结果落在了空档形成安打 而且球一路滚到拳打的墙边 而以上的跑者回来 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连夜双跑者 也回到了本磊得分 所以郭延文老将价值 他今天担任第三棒 等于连世两支安打的串联 这一发长打一口气 又为卫星宏队要到领先的优势3比2 刚把他20秒先用完 是 回棒落空 最后让骑警要拱贯了 也是打他打得很有心得 这一位打者三阵 江泉队长少宏 龙队在这个半局 已经打下两分 再度要回领先 追求打在了场内 推到的是在二垒方向 二手接球之后 稳稳地传往一垒 最终是让对手在 无下留下得点圈的残垒 不过靠着保送 再加上刘七宏 以及郭延文最重要的 其内长打 帮助卫星宏再要回领先 无拘接触 他们取得3比2 因为大部分人真的 几乎每天都要出门 没错 不管是怎么样的出门方式 是 打到的是在中外野方向 王伯宏最后扛出一只 中线安打 看了60场的主场 我每次 我带了60次 连步上去 他都不一定能打到一次 但是不变的是 魔鹰这边 他还是挥空 今天真的被艾普勒秀的超惨的 吞了3K了 中线有没有机会穿 没穿 结果是一个4-6-3的 相当精彩的美技 扎波普雷 来帮助艾普勒 王伯宏的安打 最后形成了空想 在这个半局结束之后 双方还是一分差 连四颗坏球 看了一下累之后 赖武昌再投 好球 三阵 李凯威直接 站在原地被拉弓箭 多打一点分数 让领迁或是赢球 显得更加扎实 打在左腕一方向 打进了烤肉席 帐篷区里面了 朗布防炸裂 刘久今天厉害了 就是一把两本跑 而且再加上这支长打上去 他今天三安猛打了403英尺 而且这球应该是有搭配球队的战术 看起来应该会是不是一个打跑战术 然后变成拳内打 总之是刘其红本机第七轰 是 对哦 跑者是有体现起跑 所以刘其红变成是一定会出榜 不过 哇这一球 这爸爸抱着孩子要小心 连续四颗坏球的保送 让这一局卫权整个攻势又在一起 打在中路 然后爸爸一颗形 对 不管怎样他们家族 是守护住我这颗球跟贝比 最后打到右外野方向 集结合拱冠遭到了戒杀 不过这个半局靠着刘姬红 打在了左半边的两分炮 再度帮球队成功的扩大领先 现在来到5比2在西夏结束 我们看一下艾伯托今天的投球 最后七局的投球被打四盏打 包含一发全雷打 九季夺三阵 只丢掉了两分 是一场很棒的优质好投 是 然后现在又把 已经有23次中继成功的瑞欧 给推上了火线了 所以在扩大领先之下 现在更加确保这样的局面 有没有nice play呢 最后脚程快了一点点 这球李凯威处理上已经没有话说了 整个接船都是做得非常到位 不过最终 因为王伯玄是左打者 所以他的速度当然是快了一步 双场比赛也是在现巴头吃了七局之口 然后瑞欧上来 成功的把局面给hold住 张赵文在到三阵 这个变速球投得非常到位 张赵文今天领了2K 来一次两位不同的投手 这有点像那个Dyson 对对对对 那种设计 张赵文向上来就有守备的机会 他先转身封杀二壘 这样避免让对方友善得分位置的好机会 最主要还是北冰没事 对 比较重要 打到了二壘方向 二手传往一壘完成了刺杀 所以瑞欧上来还是成功的把局面给hold住 现在双方依旧是三分的差距 瑞欧在完成任务之后 接下来当然就是陈冠伟 陈冠伟现在防御率是1.31 每局被上累率低到只有0.81 那最重要的时候 他是连续11场比赛救援成功 然后连续5局没有丢掉任何分数 好球吗 真的是好球 这有管制到好球 但三阵掉替不上阵黄炳 十二强的这个中豪队的队员 今天马上打出好表现来回应叶总 追求最后打到左外野方向 琼姐打得非常高 在空中填球时间也蛮久 但最后遭到接杀 偶尔会有一些剧场产生 不过还是能够有惊无险地拿下比赛 拉到了中外野方向 最后遭到的接杀 郭天信上演了再见接杀 所以城邦尔会上海完成了三上三下 又是搭配瑞欧呢 两个人先是hold住 那另外一个再来一个连续SV 守护住了派普勒的胜利 同时也为龙队呢 在主场成功地拿下 本周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所以龙队目前在 主场就是拿下四连胜 那天目球场他们拿下了六连胜 同时在这场比赛继续打出圈 那天三场全员打将比赛5比2 击败了台方雄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